在旗下的各种业务 介绍Warrin出厂 Warrin你好 周小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 三种投资的方法 这个是指2019年和以后吗 应该说叫做投资赚钱的方法 投资赚钱的方法 我要知道 是一种就是 其实我们公司一直有这种VP服务 就是很多朋友他想买进买出 短线进出 赚这个差价 而且是最低点买进 最高点卖出 所以我们比如说 有Jason 有Leo老师 还有Warrin和Warrin 这些大概可能有一些 已经来过北加来 咱们和电视上的朋友见过面 是 除了Leo以外 其他三位老师都见过面了 都见过了 OK 下次要安排Leo从 这个应该说从北边过来 对 四大天王 对 四大天王 那么它的好处在于说 因为股市会上下波动 比如说像去年的话 我们如果回过头来看 从这个十月份一直到现在 今年这个四月份的行情 应该是来回上下一个电梯 十月份一路跌 跌到十二月二十六号 然后股市开始反弹 一直涨到现在为止 那么今年从这个 运年初开始到现在 其实涨得很不错 非常好 对 但是很多股票都是原地踏步 就是十月份 如果你还待在那里的话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来回震荡 对吧 所以很多朋友说 我傻呀 我这个十月份卖掉 十二月份买回来 然后赚两个 就还要赚钱 所以有很多朋友是比较 prefer这种投资的方法 这个就要订VIP 对 我们每天从早上六点半 加重时间一直到下午的一点钟 都有老师给大家解盘 是通过这个video的方式 来给大家讲解这个行情 所以很多朋友 无论他住在哪里 他都可以看我们这个video 有的时候老师还会亲自操作 跟单 所以大家都蛮喜欢的 但是他的缺点在于说 有的时候就赚过真正赚大钱的机会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喜欢做苹果 然后他买进买出不亦乐乎 结果苹果一路涨上去 他就没有追上去了 结果回过头来再看的话 那么苹果已经涨了很多很多 当初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就放在这个苹果 放在那里 所以有一类投资人 是属于比较适合长期投资 有一类是属于短期投资 那么各有各有各的方法 那么我们今天刚刚过完 这个4月15号 4月15号是报税节 其实大家那一天都很急的去报税 但是我比较关心的是 我的401K我的AERA 有没有足够的钱放在里面 结果我发现我的这个AERA account 还有1000块钱可以放 2018年 2019年可以放7700块钱 那我就非常非常感兴趣 因为我现在是 我刚才讲过我们短线投资是思维老师 我是负责长线投资 那么很多人就会问 王先生你会买什么股票 在这本书里呢 我就专门介绍了一个 一亿财富不是梦 因为我们可以其实发现呢 有很多的一个长线的股票 其实通过这个长期的累积 比如说AERA 的时候呢 不断的放点钱 就投一两只股票就可以了 4月15号以后呢 我再考虑买入这个大麻股票 大麻股票的话 我认为芳心为爱才刚刚开始 才刚刚开始 因为这个整个 因为一些休息 对 其实最近传出消息 这些州 他们没有通过大麻的 全州的一个合法化 所以 但是Tennepi Growth 收购了一个 美国的一个大麻司 但是他们的条件是说 要等美国的大麻合法化以后呢 才可以进行这个收购 所以这个是我看到一个 非常非常逗的一个现象 那么很多朋友说 新泽西 你看没有被通过 说明东部还是非常的缓慢 那你怎么说 未来大麻是一个很大的发展 其实 我不知道周小姐 4月20号周六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过新闻 这个大麻游行 不是 Karls Jr.在科罗拉多 推出了他们第一款的大麻CBD CBD汉堡 对 这个是在4块8毛5分钱 所以我觉得 大麻的未来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 所以我现在 如果大家扫我微信呢 我会介绍一个 人工智能的股票 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 一定是不得了 AI 对 然后同时呢 我也会 赠送给大家一个 我现在 4月15号以后 我想把我的钱投到的这一个 就是大麻的股票 因为我觉得这个 如果大家不断的买 虽然股市会有波动 但是呢 你不断的在 时间段不断的买 像这本书里 我就教大家 怎么去选择免费的经纪商 第二 我怎么现在 不断的去买这个股票 从去 两年之前 9月份开始吧 我在这个书开始 我就自己 不断的买 现在钱也越来越多 我相信再过可能10年以后 这个股票就会累积的非常多 因为在这本书 讲到过这个亚马逊 如果当时在1997年 你10年当中 你布局10万美金的话 现在都可能上1亿美金 Yes 对 所以现在我觉得 好可观 对 我觉得长期投资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第三种方法呢 就是我讲的一种 通过私募股权的方法 比如说最近大家 Private placement 对 就像Angel Investing 这种方法 那么在前期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Uber要上市了 那Uber上市 我查了一下记录 在08年 当初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只卖一分钱一股 如果当时大家投资 哪怕只有2万块钱 现在也一个亿了 这种方法 这种机会的话 有点像VC投资 这个可能有8到9是失败的 都没有成功 但是只要有一个 比如说你10万 分个公司投 结果有一个Uber省上面 那么就不得了 我还看了当初投资的Uber 这家公司的老板呢 他当初投资了150万美金 那现在不得了 150万是应该说 我想应该是1100亿了 这个价值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观的一个收入 所以我今天讲了大概三种方法 欢迎大家加我微信 来索取我的这个免费的电子书 一亿财富不是梦 就像我讲的长期投资 只要你有耐心 一定会发财支付的 太棒了 太棒了 朋友们现在要加 Warren王的微信号呢 是有一个新的号码 是WarrenWin 2019 因为2017 2018都已经满了 所以现在在荧光屏上 秀出的QR Code 就是最新的WeChat的号码 大家就可以拿到这本书 可以来参考里面所说的这些候选股 非常感谢Warren 谢谢你 谢谢周大姐各位观众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好的观众朋友 今天的娱乐漫谈到此结束 我是周乐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下回见拜拜